大家好,我们是工程师小教室 在开始教大家使用Collab之前,先稍微介绍Collab 它是由Google提供的云端服务 允许用户透过浏览器使用虚拟及运行Python程式 并且提供免费的存取计算资源 包括CPU、GPU以及TPU Collab上已经有许多预先安装好的Python套件 还没有安装的套件也可以简单的透过指令安装 Collab允许用户在浏览器中直接运行Jubit笔记本 并且具有强大的协作功能 可以和别人共享,还有编辑程式码 我们选择使用Collab来做范例教学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必先安装相对复杂的Anaconda VS Code的软体 对初学者来说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工具 接下来将开始demo如何使用Collab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demo一起来实作 首先在Google中搜寻Collab 进来之后点选新增笔记本 那档名的部分我们先预设为Lab1 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启云端硬碟 可以发现刚刚创立的档案已经存在云端硬碟中 大约一分钟后会更新档名 那我们再跳回来原本的视窗 接下来可以在灰色房块中输入Python程式码 那我这边先设一个变数 那印出变数A的值 点选箭头 这个箭头就可以执行方块中的程式码 那第一次执行要等它初始化 所以要稍微等一下 可以发现它印出3 那接下来点选程式码旁边有一个加的符号 那将刚刚的变数值A加上3 变数入变数A的值 那这边我们可以用Shift加Enter来执行 那因为Collab会储存 已经执行的程式状态 所以可以发现它印出来6 那因为Collab会储存已经执行的程式状态 那要怎么初始化程式的状态呢 可以先点击执行阶段 再点选重新启动工作阶段 确定要重新执行 启动执行阶段嘛 执行阶段包括所有本级变数将会已是 这边点选重新执行阶段 再点选我们这个A等于A加3的方块 这边会跳出Arrow 并告诉我们A这个变数没有被定义 接下来说明Corelab如何连接到云端硬碟 再来说明Corelab 再来说明Corelab 出入完成中点选执行 点连限制Google云端硬碟 并选择账户 并选择账户 再按允许 就可以成功连接到指定的云端硬碟 在Corelab 在Corelab中可以执行Linux相关指令 例如输入 例如输入 所在路律 Corelab的资源预设 或者是使用CPU 如果想要切换到GPU 或是TPU 可以点选编辑 笔记本设定 可以切换为GPU 并能确定 储存 就可以成功的切换 没有付费的话 GPU每天的使用时间 会有上限 像是之前 我在训练YOLO模型的时候 CPU和GPU的速度差异 就非常的有感 在初学者阶段中使用 CPU就非常足够 而且使用的时间也没有上限 以上就是我 对Corelab这个环境 简单的介绍与Demo 这个环境还有非常多的功能 剩下的就不一一的介绍 建议大家可以实际操作 下一集会正式开始 Python 课程教学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影片 那下一部影片见